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因为今天有这里有很多客人 我们就先陪一下客人 然后明天晚上八点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和大家聊一下 这个帝王会之后 接下来怎么安排之类的话 好不好 行 那拜拜 你们早点休息啊 再见 咱们明天见 明天不见不散啊 nice 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向我救救的话 以后没有自己想要自己小孩的话 早晚都会 没有人会娶你的 没有人会娶你的 你们知道吗 真的没人会娶你的 不会有人会娶你 知道吗 因为我去医院里面看了 你知道吗 老天爷会公平吗 我从小在我妈妈肚子里面已经出现了这样子了 但是老天爷现在也没有放过我 我还出现了这种问题 老天爷从来没有放过我呀 我从小没有一个日子好过 现在还不是一样 像我们这边的话 像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你出现了这种问题的话 就没人会娶你的 没人会要你 我就想 有些时候你们一直说 跟阿哥在一起 但是人家也没说过喜欢我 他把我当成是个朋友 所以说 再怎么让他喜欢我 我也不想拖累他 因为我 因为我 我这种 我这种逼的话 以后自己想要的自己小孩 根本都不可能了 是不是 要自己的小孩 是根本都不可能了 所以说 家伙们 我只能认命了 我只能认 认这个命了 我只能认这个命了 我只能认这个命了 有什么事情我都会直播跟你们聊 有什么事情我都会直播慢慢跟你们聊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们如果想跟我说的话 想联系的你们就跟我说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吗 不是我笨 有时候想着自己很自卑 很自卑这样的吗 是很自卑 很自卑知道吗 就是很自卑 很自卑自己已经是这样子了 哪个人会真心对我吗 我会这么想的很自卑 哪有配一个又又幸福的一个又又喜欢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吗 真的一点都不配知道吗 一点都不配 所以说我认命了呀 我今天跟阿姨哥说 只要他只要他只要他能快快乐乐幸福就可以了 我今天让你们结晓了 让你们结晓了 你们根本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羡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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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是挺好的 像我自主的话 根本都是不可能的 圆满成功是吧 我也看了 看到了 假毛我看到了 谢谢啊 感谢叔叔阿姨们 继续直播间 还没给我 几十年前 那就是挺好的呀 成功了就好了 你还有像我一样 订过婚又不是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订过婚 订婚又不是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订婚是给不认识不喜欢的人 订婚 订婚 你们觉得这种感受 你们觉得 心里有没有难受 心里有没有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我今天就是这样子 心里很难受 心里很难受 在这种感受 你们怎么办吗 这样吗 你觉得呢 原来我说 我跟他们说的是我不嫁了 我被他们拉着 我日日夜想着想去跑 想走想着要跑那种想法 很想跑 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睡不着 一直想着我要不要跑 要不要走 日日夜夜想着就是这种想法 我要不要跑 就是跑了的话 我跑了的话是不是解脱了 有时候我是这么想 日日夜夜想着要跑 每次都想着 怎么样跑了才能可以 你们知道吗 有时候我也想走 但是我后妈她跟我说什么 要是我走了的话怎么怎么样 意思就是 我走了的话他们也赔不了这个钱 我怎么怎么样 是这么说的 我说你们让我怎么做吗 这样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样吗 我也不想嫁给这个这个人 我也不想嫁给 我也不想嫁给那种人 我觉得我自己也太没用了 我感觉有时候我自己是个废物 我自己是个废物 啥都不是 你会已经跌到这里了 你会已经跌到这里了 你们觉得怎么搞吗 如果我退次了 我说我不嫁了 我们这边的话要双倍的去陪的 双倍陪给他们 我也想找个工作要去上班 我也想找个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想跑到那里去 这样的话就好了 爷爷不收 我也是住住想过 我知道吗 我有一次 你们知道吗 我有一次准备想跑了 想去走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 本来我打算的是不告诉安安哥 然后我自己又跑了的 但是后面想的是怎么 后面被我后妈看见了 被我哥哥看见了 他们又不想不让我走 其实我也不想拖累安安哥 我为什么不跟他一起走呢 就是不想拖累他 那些时候我挺羡慕 挺羡慕别人 能想要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能想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有时候想的是我像我这样的人 哪个人会要我这种人吗 我会要我呢 在天的话 再压制 这个是一个人柔察 走掉 看不见听不着想不成 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直勾一杯酒一夜 一下子